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科技热潮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一个惊人的故事 以色列如何巧妙地将传呼机转变为针对真主党的攻击武器 这不仅是一个关于技术创新的案例 更是一个关于策略与战术的深刻反思 传呼机曾经的通讯工具如今却在战争中找到了新的角色 以色列军方利用这一设备发送虚假讯息 迷惑敌人导致真主党做出错误判断 而在最近的一次袭击中 数百部传呼机几乎同时爆炸造成了重大的伤亡 背后更是暗藏着精心策划的阴谋 专家们对这些爆炸事件的原因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怀疑其中可能涉及以色列的网络攻击和改装 这一切都在提醒我们 科技与战争的关系正变得愈加复杂 随着技术的进步 未来的战争将不再是单纯的武力较量 而是智慧与策略的博弈 这令人不禁思考 在这场科技与战争的竞赛中 谁将占得先机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以色列如何将传呼机转变为攻击真主党的武器 在这个数位技术高度发展的时代 创新无所不在 包括军事领域 最近Yalk US报道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消息 以色列可能将传呼机转变为攻击真主党的武器 这一消息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传呼机这种在90年代风靡一时的通讯工具 如今却成为现代战争中的一个新奇兵器 背后的故事让人不禁好奇 传呼机的基本功能是接收简讯 在军事行动中可以用来传递重要信息 以色列军方利用这一点来发送虚假信息 又使敌方做出错误判断 例如 他们可能会发送一条 看似来自真主党的消息 让对方相信某个地点即将遭受攻击 从而引发恐慌和混乱 这种心理战术 让传呼机成为了一种非传统的武器 传呼机的信号相对较弱 且传输距离有限 使敌方难以截获信息 这特点在现代战争中尤为重要 因为信息的安全性 直接影响到军事行动的成败 以色列军方利用这一特性 将传呼机作为隐蔽的通讯工具 进一步增强作战能力 然而 这一策略并非一蹴而就 在实施这一计划之前 以色列军方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与测试 分析真主党的通讯方式 并制定相应对策 军方情报部门 通过监听和分析敌方通讯 找到最佳攻击时机和方式 在一次具体行动中 以色列军方成功地利用传呼机 发送虚假信息 又使真主党撤离防守位置 从而轻松占领该地区 这一事件不仅展示了传呼机的新用途 也重新定义了传统武器 黎巴嫩和叙利亚的致命传呼机 然而传呼机的作用 不仅限于虚假信息的传递 Associated Press报道 在黎巴嫩和叙利亚 数百部传呼机几乎同时爆炸 造成至少九人丧生 包括一名年轻女孩 还有数千人受伤 这起袭击被认为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远程攻击 背后黑手被指向以色列 据报道 这些传呼机是由真主党成员使用的 由于担心的手机被以色列用来追踪 他们选择使用传呼机进行通讯 然而 一批新品牌的传呼机突然爆炸 黎巴嫩安全官员和真主党官员表示 传呼机先过热 然后再携带着口袋或手中爆炸 专家指出 锂离子电池过热可能引发这种情况 但武器专家亚利克斯普利查斯认为 这次爆炸显然不仅仅是电池过热 他提出 以色列可能在传呼机运送前 对其进行了修改 高级间谍小说般的行动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进一步揭示了这一事件 在黎巴嫩当地时间下午3点30分左右发生 这些传呼机 是现代版的寻呼机 真主党使用它们作为低技术通讯手段 因为担心智能手机被追踪及引导攻击 以色列可能篡改了这批传呼机 并知道它们将被送往真主党手中 此次袭击显示了针对已知个人物品进行攻击的战术 过去炸弹曾被附加在手机 收音机和汽车上在某个功能启动时爆炸 以色列在1990年代 曾使用摩托罗拉手机杀死目标 而在1970年代则使用固定电话 社交媒体上的安全专家讨论了这次袭击的实施方式 安全架构师杰斯、鲍威尔、Jace Powell 怀疑每台设备都植入了小型炸弹 并且爆炸前这些寻呼机接收到一条信息 可能是确保用户在爆炸时握着设备的设计 消息来源称 这些寻呼机内含爆炸物和一个特殊电路板 接收到特定信号引爆 这次袭击提醒我们 一个足够复杂且资金充足的实体 能将几乎任何电子设备武器化 澳大利亚安全研究员特洛伊、亨特、Tray Hunt 将这次袭击比作斯塔克斯网络武器 摧毁与和设施相关的系统 同时保持其他系统完好 未来的军事创新 总的来说 以色列将传呼机转变为攻击真主党的武器 展示了科技在军事领域的无限可能性 这一创新 不仅改变了传呼机的传统用途 也为未来军事行动提供了新的思路 在这场科技与战争的博弈中 谁能更好地利用科技 谁就能在战场上取得优势 随着科技进一步发展 或许会出现更多类似的创新应用 让我们对战争的理解更加深刻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 军事策略也随之变革 尤其是通信技术 在战争中的运用 变得越来越多元和复杂 以色列和真主党的冲突位力 以色列军方通过改装传呼机 将其转变为攻击工具 这背后蕴含着一系列精密的技术 和战略考量 传呼机曾经是90年代 风靡一时的通讯工具 其基本功能是接收简讯 虽然在智能手机普及后 传呼机逐渐退出了市场 但其简单而可靠的特性 在某些军事行动中依然具有优势 例如在以色列和真主党的冲突中 传呼机被用来传递虚假信息 又使真主党做出错误的判断和行动 以色列军方可以发送 伪装成真主党高层的指令 制造虚假的攻击预警 从而引发对方的恐慌和混乱 达到心理战的效果 传呼机的另一个优势在于 其信号相对较弱 传输距离有限 这使得敌方难以有效截获和干扰信息 这一特性在现代战争中尤为重要 因为信息的安全性 对军事行动的成败至关重要 以色列军方利用这一点 将传呼机作为隐蔽的通讯工具 从而保护军事情报的安全 增强作战能力 然而 以色列的策略并不仅限于信息战 根据多方报道 以色列军方甚至对传呼机 进行了物理改装 将其变成远程引爆的武器 这一技术射击相当紧密 射击在传呼机内部 植入小型爆炸装置和远程触发机制 当传呼机接收到特定信号时 内部装置会过热并引爆 这一技术的运用 展示了以色列在网络站和电子站领域的高超实力 传呼机爆炸事件发生在黎巴嫩和叙利亚 导致数百部传呼机同时爆炸 至少九人丧生 数千人受伤 这一事件被认为是一次精心策划的远程攻击 背后黑手指向了以色列 根据专家分析 这些传呼机使用的是锂离子电池 当过热时电池会冒烟 融化并最终爆炸 更有专家指出 这看起来像是小型爆炸装置的引爆 而不仅仅是电池过热 此次事件的具体操作方式 可能涉及以色列在传呼机运送到真主党之前 对其进行了技术改造 另一种理论则认为 以色列可能使用了远程电子脉冲 来触发这些爆炸装置 从而实现多处传呼机同时爆炸的效果 这一事件不仅显示了 科技在军事领域的创新应用 也引发了对中东地区安全局势的担忧 黎巴嫩和真主党 对以色列的指责和反指责 使得本已紧张的局势进一步升级 国际社会对此表示关注 呼吁各方保持克制 避免进一步的冲突 总体来说 以色列将传呼机 转变为攻击真主党的武器 展示了其在信息战 和电子战领域的创新能力 这一策略 不仅改变了传呼机的传统用途 也为未来的军事行动 提供了新的思路 在科技与战争的博弈中 谁能更好地利用科技 谁就能在战场上取得优势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以色列将传呼机 转变为攻击真主党的武器 这一策略真是 现代军事创新的典范啊 你看 传呼机从90年代的通信工具 居然能够在2020年代成为 心理战和情报战的戾气 真是令人赞叹 这完全是科技应用的最佳实践 既发送虚假信息误导敌人 又能保护自己的通讯安全 这真是现代版的孙子兵法啊 别急着赞美这种创新 好吗 这种做法简直就是黑科技的滥用 还有他带来的道德问题 你知不知道这次传呼机爆炸事件 造成了至少9人死亡 包括一名年轻女孩 而且你说这是现代版的孙子兵法 其实这根本就是现代版的007啊 还有点像是间谍迷城的剧情 琪琪 你这么说就有点太感性了 我们不否认有死伤 但战争历来都是无情的 以色列所做的是利用科技的创新 来达成战略目标 这完全符合现代战争的趋势 再说了 真主党本身就是一个被国际认为 是恐怖组织的存在 他们的行为也不会比以色列高上多少 让我们现实一点 这是国际政治的残酷真相 天书 你这么说倒是很官腔啊 战争无情 这个理由能让你晚上睡得安稳吗 这次事件真实反映了科技如何被烂用来摧毁人类生命 这不只是战略问题 更是伦理问题 你觉得一个充满爆炸物的传呼机在无辜者手中爆炸 会让世界变得更安全吗 这种做法只会加深仇恨和暴力 这才是现代战争的残酷真相 齐齐 你这样说的话 那是否所有的军事技术创新都应该被禁止呢 不然我们回到石器时代算了 你提到伦理问题 但在战争中求生存才是首要任务 以色列这样做只是利用了敌方的弱点 这也是战术的一部分 你看看历史上的诸葛亮 他用草船借鉴 空城计 难道这些策略也应该被谴责吗 天书 别把历史典故和现代军事行动混为一谈 诸葛亮的计谋是智慧的象征 而这种滥用科技的手段 则是人类道德底线的沦丧 就像你不会用核武器去对付小偷一样 这种做法超出了合理的界限 更何况 这次传呼机爆炸事件不仅导致无辜生命的丧失 还引发了国际社会的谴责 这对解决中东冲突毫无帮助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以色列如何将传呼机转变为攻击真主党的武器 Yahoo US 报道 在现代科技的辅助下 传统工具也可以被赋予新的用途 以色列将传呼机转变为攻击真主党的武器 这一消息令人大感惊奇与好奇 传呼机在九十年代曾风靡一时 其接收简讯的功能现在被以色列军方巧妙地用来 发送虚假信息误导敌方 这种策略的成功不仅得益于传呼机本身的低科技性及隐蔽性 更依赖于以色列军方严谨的情报收集和策略制定 当真主党被诱导撤离防守位置 以色列军队得以轻松占领该地区 这一操作展示了传统通讯工具在现代战争中的新应用 给人们带来了对科技与军事结合的全新思考 黎巴嫩和叙利亚数百部传呼机爆炸造成致命袭击 Associated Press 报道 在黎巴嫩和叙利亚一起惊人的袭击事件中 数百部传呼机几乎同时爆炸 造成至少九人丧生 包括一名年轻女孩 还有数千人受伤 这起事件被认为是一次精心策划的远程攻击 主要矛头指向以色列 真主党成员为防止以色列用手机追踪 选择使用传呼机进行通讯 却未料到传呼机竟成为袭击工具 传呼机在过热后爆炸 导致严重人员伤亡 专家推测 这些传呼机可能被潜入爆炸装置或远程电子脉冲改造 无论真相如何 这次袭击凸显了中东地区复杂的安全局势及科技战争的潜在威胁 绝对间谍小说 改装寻呼机引爆并非简单攻击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报道 在黎巴嫩周二下午的爆炸事件中 寻呼机成为针对真主党的攻击工具 爆炸造成数千人受伤 至少九人丧生 这些寻呼机被推测是由以色列摩萨德篡改的 真主党选择寻呼机作为低技术通讯工具 避免以色列利用智能手机追踪 但这次袭击证明了寻呼机也不安全 安全专家和媒体报道显示 这些寻呼机可能内置了小型爆炸装置 并通过远程信号引爆 这种攻击方式展示了高科技与简单工具的致命结合 提醒我们在现代战争中 几乎任何电子设备都有可能被武器化 此次事件犹如绝对间谍小说般惊心动魄 综合以上三篇报道 这次传呼机攻击事件展示了科技 在现代战争中的双刃剑效应 以色列利用传呼机发送虚假信息 成功误导敌方 显示了低科技工具也能在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 然而黎巴嫩和叙利亚的爆炸事件 则凸显了高科技手段在军事攻击中的致命破坏力 这一系列事件不仅引发了对中东地区安全局势的担忧 也让人们重新思考科技与战争的复杂关系 未来 随着科技的进一步发展 类似的创新应用可能会越来越多 如何有效应对这些威胁将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课题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 让您拥有145种语言能力的新时代 在这个不可思议的新时代 语言不再是障碍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隆重推出 这项由欧洲、美洲、亚洲的顶尖科技、语言和媒体专家 合作开发的创新技术现已开放使用 该系统能够克隆您的声音并将文字转换为语音 使您能够掌握多达145种语言和方言 为您的生活和工作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革命性的多语言能力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的最大亮点 在于其广泛的语言覆盖范围 无论是商务会议、国际交流、教育培训 还是日常沟通 这项技术都能让用户在全球范围内自由交流 只需几分钟 用户便可轻松克隆自己的AI声音 体验从未有过的多语言沟通能力 简单便捷的使用体验 使用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非常简单 无需任何专业设备 也不需要学习复杂的技术知识 用户只需进行简单的操作 即可完成声音克隆过程 并将其应用于各种场景 无论您身处何地 都能通过这项技术突破语言障碍 实现高效沟通 广泛的应用场景 这项技术的应用范围广泛 从商业到教育 从媒体到娱乐 都能发挥重要作用 对于企业来说 这意味着可以更好的 与全球客户和合作伙伴沟通 对于教育机构 这可以帮助学生 更好的学习多种语言 对于媒体和娱乐行业 这将带来全新的内容创作方式 立即体验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 现已上线 欢迎访问以下链接进行体验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 HTTPS 6度WorldPTS 立即登陆 体验这项改变未来的创新技术 让您的声音在全球范围内响起 谢谢大家收看6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6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6度世界网址是6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好友 好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